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後我是RD工程師 我用手創造真的不清楚 然後用這個設計這些程式 來做我的小語 這個好快喔 真的是 為什麼男生喜歡打電動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在虛擬世界勝過別人 我們工程師會存在自己的虛幻的世界 我可以很強 我可以讓人心弱 所以正妹會過來跟我打賽 也許我會這樣想 但實際上不是 這邊要IQ中斷一下 因為這邊 這個是那個星海很厲害的一個主播 他叫韓藝瑩 光聽名字就很藝瑩 所以我就覺得我打到很強的時候 這些女生可能會喜歡我 然後後來實際上是完全不會有人理我 然後就這樣 那為什麼這些男生還是繼續打電動 因為可能他會覺得 像Sharebox這麼帥 韓國樂的 職業學生會打十年都一堆正非見教 但實際上在大學的時候 所以宿舍就是你的罪惡原種 你在那邊認識一堆壞朋友 他會帶著你一起打電動 打著打著我就覺得 喂 我沒誰的 每個人都有一顆不羈的心啊 那不知不覺我們長大的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啊 我以前玩的紅白金 我所有的遊戲 我的什麼天使帝國 所有東西都已經被封印起來了 但其實我們也是人 我們想要表達感情 只是我不會用遇地球人的語言 我可能用七龍珠的納美顆星來講這件事情 好 納美顆星是什麼 我們又要講到參加open source conference的聚會 會有什麼樣子的 就是大家全部都用七龍珠梗 所以所有人都會講七龍珠 七龍珠什麼啊 你不要蘆體啊 什麼七龍珠可以gamification啊 七龍珠可以把IE打爆啊 七龍珠可以靠北啊 所有東西都是很跳空的 因為大家根本不知道 你的腦子是飛到哪個異世界了 好 那所以這些人都創業 其實我們都有夢想 我們都有夢想 然後你看喔 在活動裡面只要有正面的演講 有正面的演講就會全部都會爆滿 然後這個我已經忘記它是誰了 我們就講去裡面 我Ellen 對 大家只會相信有 又沒聲音了 所以hacker的時候 你看我們來看看hacker是怎麼樣寫 國內知名大的Alan Hacker 他寫的blog 自稱自己不是hacker 全世界只有他說他自己不是hacker 其實他是 他也創業了 他幹了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他的思維 他去報名了全台灣最厲害的這個資安的競賽 所以他本能上他去看 一開始就是很 他在blog的靠北後 這是一個Eda的一個網站 大家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技術 大家沒關係 可以看一下 就這資安網站是要比 看誰可以去最快的入侵系統 然後你看他馬上就職業病犯了 馬上就去hacker 在那邊加一個這個東西 全部的網站的網址 所有東西都看光光對不對 他有偷窺的欲望 他喜歡去把網站的這種細節的東西挖出來 然後結果他發現什麼事了 除了這個報名這些資料 他現在發現在填表的時候 這個看不太清楚 填的資料過多以後 下面真的送出都沒有 所以他自己把這個流氧器打開了 你知道這是技術 把流氧器打開以後 把這些東西 把Footer刪掉以後 就可以submit了 他稱這個為 報名駭客網站比賽的第0關 所以他就終於 他就拿到第一名了 對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好這邊我要講 Pogammer他在想 coding 他認為這coding是一說 因為那是他創作的原料 加這個東西是因為 在coding的時候可以註解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在這個寫程式裡面 只要瞎slash這個東西 他會被註解 不會被看到 例如說我寫了一個 這是我寫了一個網站 好自錄一下 這是我活動通的 我這個網站 我網站 我寫了一個passbook的東西 我交給我一個工程師 想要讓他發佈到 Google GAE App上面 結果他就把code 說的code裡面 置入行銷成活動通 大家看不到 好像ASCII code寫的 就是這裡有很 不太清楚啦 就活動通 他覺得他在原始碼裡面 插入這個很酷 然後我就說這怎麼回事 對他說沒關係 這無傷大雅 城市照樣可以run 所以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 欸對 我發現我也有這個基因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以前在工程師的時候 我在前公司去選專利的時候 我也是要反總過 必留下痕跡 我工作我不想留白 怎麼做呢 我第一次傻傻 我寫專利的時候 傻傻 我那時候寫一個java 搜尋一個引擎 搜尋引擎可以自動 把我搜尋的東西 grouping在一起 而且這group title 可以自己generate 一個新的keyword 自動的分組 這我寫專利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寫完以後不代表我 因為我可能要第一發明 要掛我老闆 在家後掛我副理 我只是最後一個發明的 所以我希望 我人家會記得我 所以我就在 第二次寫專利 我寫一個電子簽章 我就一定要把我jong 簽在上面 所以這個 Lewis Payton 發明了以後 永遠我jong 就在這個專利上面 OK 所以我覺得 這最後一個是說 應該要讓這個 世界上的工程師 像這些 我們幕幕 不只是我 其他rd的工程師 他們付出他們 新鮮的肝 跟他們時間 他們體力 他們熬夜 他們越毀龍黑眼圈 他也是要創造一些 不可能的東西 因此 其實你們已經被改變了 很多的創作 很多的東西 藝術家創作的東西永恆 但是 阿力工程師這其實 他是一個 不斷追求改變 他其實深深影響我 我們也許我不是 六二厲害工程師 但是 我們追求美好的東西 是一樣的想法 因此最後 我寫了一個這個 就是這個是一個死活 所以我永遠的 感謝所有的工程師 到我們 上次去 dead 做了 沈浩 沈浩 谢谢大家